这也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一颗多灾多难的兰花 这颗刚买回来 但是今年刚回来没多久都多灾多难 你看为什么这里 你看这边被折到了 这边也折到了 就被踩到了 因为它在台风天的时候放在楼梯间 那就等于说 等到它楼梯 等到它放晴的时候 像这两天开始放晴的时候 再把它拿上来 它就被踩到了 就掉下来的时候 人家就把它踩过去了 那这颗是黄玉石湖 菲律宾的特有种的兰花 黄玉石湖呢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黄玉石湖跟红花石湖 这两个的交配个体 就变成一个叫 它有天然杂交种 我手上就有 那它其实是 算是很好开的兰花 但是它喜欢湿度高的环境 怎么讲呢 之前其实我有种 那在之前没有水雾肌的状况下 它的湿度不够高 它就不太长 它就停顿不太长 你会发现它就停在那边 不太成长 那现在呢 因为有水雾肌的关系呢 这一类型的兰花 反而变得非常好种植 像我的红花石湖也种得不错 那我的黄玉石湖也种得不错 它们两个天然杂交种 叫ustiae吧 这个品种也种得不错 所以呢 还是要跟湿度有关系 就是它湿度不够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不太长 它就停顿停在那边 所以湿度对有一些兰花 还是蛮重要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 那这个是来的时候 这个在台中买的 就是你看下面是粗料 一堆粗料 那简单的说呢 它喜欢日照 所以呢 它的 像我朋友那边就种得非常的好 每年都开花 算是一个多花性的兰花品种 那种起来算是很好种的 但是 就是湿度不高的时候 其实它不太长 这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种过好几回 那你会发现它湿度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停顿在那边 也不太长 也不太长新叶 也不太长新芽 那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加湿器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 我之前已经买了一颗了 这我现在的第三颗 对最近进来的第三颗 它的成长状况就好很多 就跟之前真的是差蛮多的 所以呢 有些兰花还是真的需要环境 如果没有那个环境的话 就只能想办法给它这个环境 那反而你会发现 它有这个环境以后 它涨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快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 中大型的石壶兰 所以它非常非常高 大概有100多公分高 算是很高的兰花 所以要种它 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它真的是一个蛮高的兰花 但是相对而言 它很好看 它开花很好看 黄色的 那还有一种 它是带有线条的 有一种是没带有线条的 那后来那种 好像被归为在另外一种的品种里头 就是它跟黄翼石壶的学名是不一样的 非常有趣 所以兰花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变异形态 或者是不同产地所造成的差别性 那这一棵呢 主要产在菲律宾 它的台湾现在都有它很多的个体 私域个体 或者是拆牙个体 像这一棵我记得是拆牙个体下来的 那之前 我们朋友那边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不同个体 有些个体像是它的开花性比较好 有一棵我现在买了 有一棵它个体的 它也是拆牙株 高牙种出来的 它的开花性就非常非常好 那母本开花性就非常好 那拆牙的话 一样会有父母本的基 所以那棵的个体的开花性 应该也是非常好 有些兰花 虽然它名字都是一样 它都是黄翼石壶 但是会有个体差异 开花性 长得好不好 都是差异性 每个个体会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 它们会用育种的模式 去想办法选出 好会开花的 或者是会香的 或者是花越来越大的 或者是花越来越多的 这是育种的关系 好 这个是大概是这样子 这棵是一棵 多灾多难的兰花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